美國、日本、南韓峰會發表3文件 習近平擔心的事終於發生 北大河會議結束 習近平正找人背鍋 摩洛哥說 沒有申請加入金專國家 不參加峰會 被拖欠佣金10億 一大房產中介公開討薪 中國好聲音難翻身 徹底失敗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阮儀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20日 下面請聽新聞的詳細內容 8月18日 美國、日本和南韓三國領袖 召開峰會後發表3份文件 拜登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關注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 強烈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企圖 造成中共高度警覺 這是美國、日本和南韓三國領袖首次單獨 而不是利用國際會議場合進行的聯合峰會 而是拜登上任以來 首次在大衛營迎接外國領袖 顯而異見美國對印太區域的重視 這次峰會 討論包括軍事合作、強化國際事務協調 三邊飛彈防禦和技術開發合作、 中共在南海的活動、北韓挑釁和核發展、 加強與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合作等議題 亦觸及維護台灣周邊和平穩定 美國、日本、南韓峰會後 發表名為大衛營原則、大衛營精神 和三方協商承諾三份文件 對此 時政評論頻道主持人江峰認為 三方合作 這就是亞太小北約的初始框架 他分析大衛營精神裡的一些關鍵字眼 說 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公民 面臨著無與倫比的機遇之際 亦是在歷史的轉折點 這句話非常之似習近平的 同樣關於地緣政治的 百年未有大變局 敵對雙方都將這個時間 看作是自己勝利的關鍵 到底針尖對默忘 中國好聲音徹底破產 各書各話各自陳述立場的階段到了 文件裡面說 三邊夥伴關係 將促進所有我們的人民 地區和世界的安全和繁榮 三方聯盟促進我們自己的人民 安全和繁榮 這裡沒有常見的外交辭令 去表達足及地區所有的人民 而是僅限於我們人民的安全和繁榮 那麼排除的是誰呢? 兩個暗示 歡迎三方以外國家加入我們 共同促進我們人民的安全 不歡迎並且正是造成我們不安全的國家 在證明中始終直接點名的國際秩序破壞者 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此這份聲明具有鮮明的劃分陣營作用 從今天起 日本、南韓和美國三國同駕戰車 中共在東北亞的政治經濟回旋如地 喪失台盡 兩個最強大、最富有的輪郭 聯手與己為敵 文件中的加強區域和全球和平和安全 特別是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現任和即將上任的成員 這句輕鬆帶出的話極具殺傷力 這意味著亞太安全事務從今年開始到2025年 將由這個盟約三國共同主理 意味著國際上 中共尤其是在亞太安全事務上 將失去華語權 舉實例來說 一旦發生南海爭端 聯合國將根據安理會提議 形成對非正義、挑釁或戰爭發動者 給予譴責和制裁 這個議案形成得愈快 聯合國的法律授權行動就愈快 三國領袖表示 將每年至少舉行一次 領袖、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和國安顧問之間的三邊會談 還將啟動聯盜三方印太對話 以協商印太放針 對不符合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破壞區域和平穩定行為、表達關切 並點名對中共最近在南海的非法海事主張的危險和跳釁行動 三國領袖強烈反對任何片面 企圖改變印太海域現狀的企圖和軍事化行動 自從北約齊心協力援助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以來 北京一再警告說 美國正試圖在東亞覆製一個小北約 習近平曾毫無遮掩地指責美國 以及美國的西方盟友對中國實施全方位的壓制、圍堵和打壓 19日《人民日報》微博《台灣當歸》話題衝上微博而首第一 網友說 《台灣沒有當歸》 《吃多了上火》 《車大炮車過籠》 《落不到台》 《去年被戰》 《今年當歸》 歸的前提是曾經擁有 如果從未擁有就要求歸 那即是搶了 北京政府從未擁有台灣 相反的是 台灣的政府以前擁有過大陸 如果說歸的問題 應該是大陸當歸才對 經、津、奇、遇特大洪災期間 中共最高層領導人集體消失 直到8月15日至17日 中共政治局常委開始紛紛在媒體露面 外界猜測與召開北大河會議有關 評論認為 習近平洪災過後開會很可能找人負責 中共央視發布通稿說 17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研究部署防洪救災和災後重建工作 但詭異的是 長達8分鐘的新聞聯播 竟然沒有任何會議的畫面 全程在念稿 李玄華18日對本台說 在大災面前中央最高一層的人沒有出現過 大家在到質疑 現在登條新聞 將這兩件事都辦成了 習近平露面了 開會了 雖然你們沒看到 但是他有這樣一回事 不用理他是真或是假的 或者是偏的 反正現在我給他露面了 再有 我還回應了洪災的事情 7月底到8月 經進期和東北出現暴雨 為了保北京和洪安新區 當局洩洪 導致河北、奪州等沿河村鎮、農田、生畜、房屋被淹 一些村民淹死在屋棋裡 損傷慘重 民怨災道 而河北省、市、領導 洪災發生的時候都不見蹤影 村民大部分都是靠民間互相自救 武警部隊在洪水退了之後才進駐災區 當局要求外地的民間救援隊即刻撤出 民間痛斥 武警不是救災 而是毀屍滅跡 掩蓋災情造成的死亡真相 時事評論人藍述說 洪災這個事情 一定要有人出來頂替背鑊 這個人是誰 我們不知道 習近平出來開會 說明中共現在在找那個背鑊的人 他已經開始在這件事情上進行處理了 李源華認為 中共製造表面文章 從來不將人民的疾苦當回事 死人也無需賠償 他說 尤其政府無預警洩洪造成的傷害 都可以不用賠 因為你洩洪浸我的 那你要賠償給我 所以他才不預警 完了之後 他就說是天災 就把責任推捨 所以他就是這個套路 而且一直用這個套路做了很多年 卿價就熟了 包括武警 誰敢輕易調動呢? 因為 中共最高領導 天天處於恐懼當中 所以好像軍隊的調撥 都要有最高指示 一定要有更高級別的人才調動得到 不是說誰想他去 他就能夠去 以前北大河會議 是新舊領導人 藍術就認為 今年的北大河會議 肯定是在這裡解決 習近平現在最頭痛的問題 實際上是中共現在所面臨的 對內的經濟問題 以及對外的 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問題 這兩個問題 肯定是他的核心 8月19日 摩洛哥官方通訊社MAP 澄清 摩洛哥沒有正式提出 加入金磚國家的請求 也不會參加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峰會 這一言論 有力反駁了南非外交部長早前的說法 南非外交部長蘇克拉爾 在這個月較早的時候說 摩洛哥是尋求加入金磚國家之一 19日 MAP 說 南非在沒有預先協商的情況下 就自己談論摩洛哥和金磚國家的關係 摩洛哥不會出席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國家會議 事實上 南非一直對摩洛哥表現出主要敵意 並在摩洛哥薩哈拉問題上 一貫採取消極和教條的立場 對於亞爾及利亞支持的 波利薩里奧陣營 南非在外交上也給予支持 這個導致摩洛哥和南非的關係緊張 因為波利薩里奧陣營尋求在西薩哈拉建立一個獨立國家 而摩洛哥認為西薩哈拉是自己的領土 金磚國集團目前由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組成 中國是該集團的核心國家 該集團第15次領導人峰會 將於8月22日至24日在南非舉行 會議將討論該集團潛在的擴張 中共外交部已宣布 習近平下星期將出席金磚峰會 普京或以視像方式連線參加 一直以來俄羅斯和中國等金磚國家 呼籲挑戰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 但今年峰會的主辦國南非表示 金磚國、貨幣不在這次峰會的議程上 英國智庫查塔姆研究所高級顧問的 奧尼爾·芬爵對金融時報說 為這5個嚴重分化的金磚國家 創建一種共同貨幣是不可行的 中共和南非也一直在推動擴大金磚集團 但有報導說這遇到印度的反對 奧尼爾說中國和印度從未在任何問題上達成一致 近日 一份名為關於深圳中原反饋 顛覆擁金相關事宜的通報文件在網絡上流傳 其中關於各開發商、代理商還未支付 深圳中原的佣金超過10億多元的信息引起關注 據第一財經報導 8月11日 一名中原集團內部人士證實了這份文件的真實性 深圳中原成立於1997年 是深圳主要的房地產中介結構之一 屬於中原集團 8月 一條關於深圳中原員工 索要佣金的短片也被傳出 短片裏 深圳中原多名員工聚集在深圳中原地產董事總經理 鄭淑倫的辦公室 有員工向鄭淑倫提問 能不能先發員工的提成呢? 另外 有員工說 有些佣金已經拖欠了6、7年 希望得到一個解決方案 文件說 近年來 房地產行業吳景氣 各大開發商至今年斷裂 相繼爆布 無法正常支付中原集團 及旗下相關公司的銷售佣金 導致公司連續舉額虧損 經營舉報為奸 據統計 各開發商及代理商 還未支付深圳中原的佣金 超過10億多元 目前在法院已經啟動訴訟追佣的金額 達到5億3千5百萬元 其中法院已經裁決 在強制執行為金額超過4億元 深圳中原起訴的主要開發商同項目 包括佳兆業、恆大、保能、世貿、龍光 和吉祥里 中原內部人士說 行業艱難 整個鏈條沒有贏家 鏈條上已經有很多大大小小 電賦佣金的供應商死了 中原提及的開發商目前幾乎都已經爆布 並且正進行債務重組 特別是像恆大那樣的公司已經資不抵債 在那樣的情況下 就算打贏了官司 最後何時能得到佣金 也還是一個未知數 制度有關 如果是因為政府強制凍結帳戶資金 還是有可能得回一部分佣金 但如果遇到一些公司或項目 在保交流、保交付之後 帳面已經沒有資金上付佣金的 也沒有辦法 中國企業資本聯盟副理事長 IPG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柏文喜說 在追討佣金的過程 房地產中介機構 可以採取數前保存的方式 盡量多的查封對方的有效資產 以及關鍵往來帳戶 然後再與對方充分協商 雙方盡可能實現最大限度的和解 所以盡快追回債權 近日一段長達9分鐘的 李文控訴中國好聲音的錄音曝光 再次將中國好聲音推向了風口浪漸 儘管中國好聲音節目組 很快發出聲明回應了這件事 但膚顯的態度並沒有令大眾滿意 平息紛爭 反而令風波不斷升級 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發聲質疑好聲音 同時也直接拖累了好聲音的母公司的股價 導致暴跌 對於好聲音來說 經歷了十幾年 有著自己的一套成熟規則體系 雖然屢租爭議 但每一次都能化險為宜 平安度過 當然這一次 事情變得不再那麼簡單 因為李文的離世 更多不為人知的信息被曝光 讓好聲音 難以再像之前那樣度過了 對於錄音 好聲音節目組強調是惡以剪輯 被定性為惡以剪輯 那完整錄音又是怎樣的? 背後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非常明顯需要給大家一個交代 2023中國好聲音大改版 想要拯救口碑 但是這件事 無疑讓他翻身徹底失敗 隨著事件影響 2022好聲音鬥犯評分 已經跌至3.6分 2023好聲音大量差評湧現 從四大導師的爭議 到刀狼新歌、羅撒海士的爭議 再到李文事件的爭議 好聲音的口碑再次跌至冰點 中國媒體娛樂全席認為 走到第十二個年頭的好聲音 能不能平穩度過開啟全新的週期 全部在現在這一季 但是目前來看 停播的呼聲是越來越高 好聲音在大眾心目中 早已經變了樣子 不再純粹不再草根 這不是當初的那個好聲音了 這些年的好聲音 每一季都有雞勒的模式 從導師助教到青春導師 再到現在的名選賽道 好聲音在變著花樣升級 但是沒有一次是成功的 中國好聲音 將自己的翻身通道 完完全全倒死了 這節新聞就跟大家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的粵語內容 歡迎轉發 你的轉發就是對我們的最大支持 再見 請你 amed 李柯 請你 請你 幫我 請你 請你 把